这两个老爷子正在喝着福德加钓鱼 突然 看到有车子从天而降 他们不禁感叹 这假酒是真喝不得 不过他们的酒假不假我不知道 但这车子是真的 事情的起因来自一次空中运输 原本这个小哥古星 要和机长给载区运送捐助物资 但货刚装了一半 就被一个军官叫停 因为这个军官的儿子明天就要结婚 所以他临时送两辆新车过去 古星担心超重 但这个军官却毫不在意 结果半路就遇到恶劣天气 在这种情况下 古星知道 要是不减重的话 怕是要追击 所以军官就让他把所有物资给丢下去 但耿直的古星却自作主张 把军官的新车给扔了下去 结果就是古星被开除了 之后在机长的劝唬下 古星找到了自己的父亲寻求帮助 父亲在臭骂了他一动后 并帮忙把他介绍到一个小型的航空公司 但无论在哪个航空公司当飞行驾驶员 考核肯定是少不了的 在模拟舱里 古星有点兴奋 接着主考官老王便给他加了难度 本不算啥 接着老王又给他加了点料 恶劣天气 再加上又隐亲着火 此时就是在模拟舱外的 看守老爷子都很好奇 里面到底在干啥 隐亲着火 那只能究竟颇降 在这种难度下 老王还是不肯放过他 此时古星面临的情况是 这下有个考官看不下去了 结果很显然 古星击毁人亡 没能通过的古星只能回家 但此时有个考官却为他抱不平 他认为老王是故意让新人无法通过的 甚至还怀疑老王 在那种情况下 别说一个新人 就是老王你自己也无法迫降成功 并且在旁的另一个考官也这么认为 老王一看这架势 他知道今天要是不露两手 这两个家伙是不肯放过自己了 所以他们三个人再次来到模拟舱 在同样的条件下 老王很快就 因为老王的同样失败 所以古星得到了副机长的实习机会 然而在第一次起飞之时 兴奋过多的古星再次发出 并且因为拉伸幅度过大 还让所有乘客受到了惊吓 同时在飞行过程中 他还和蓝城务员小李开玩笑 说他是姑娘 就因为他干着姑娘的活 然而等降落后 老王就警告他 第一 这是客机 不是战斗机 起飞讲究的是平稳 第二 也是最严重的 小你是你的同事 不可以开这种带骑士的玩笑 还别说 老王的三观还挺正 这两个错误 古星都虚心接受了 随着时间的退移 老王慢慢适应了这个复兽 然而在一次大雾的天气中 老王他们正要降落 突然 古星像看到了什么 他立刻改变航道 选择重新降落 古星的突然操作 让老王感到莫名其妙 当老王问他为什么时 一年汉的古星不确定的解释道 可能是自己看花了眼 然而等他们降落后 另一个机长却对老王说 原来 一下土耳其的航班 不知道为什么 占用了老王他们降落的跑道起飞 老王这才知道 要不是古星 他们可能就完蛋了 同时在下一次的飞行中 他们降落到一个非洲的机场 而这个国家刚刚发生政变 现在按照规定 只允许让国外的乘客登机 而这个国家的人民 却因为追赶飞机 被机枪扫射 这件事对古星的冲击很大 他觉得应该带上这些人 但当时老王阻止了他 晚上回到家 他和自己的女友阿莎说了这个事 阿莎是他才见我的一个女朋友 也是一个副机长 然而他的看法 却和老王是一样的 要按照规定办事 所以他们避免不了的吵了起来 之后 古星说了一句过分的话 你们觉得航班被延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大多数的情况下 应该都是天气原因 当然有时候 也因为一个人而延误 比如老王他们这次航班 所有乘客都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 这个光头才慢慢登机 并且一上来就要酒喝 这是违反规定的 但意外的是 老王竟然同意了 紧接着 光头又开始抽烟 空姐过来劝阻 没用 小妮也过来劝阻 但却被光头的跟班揍得不轻 小妮想稀释凌人 但古星却看不下去了 他先是礼貌的沟通 见没效果 并温柔的帮他熄灭了小妍 结果就是 古星和他们打了起来 飞机也无法起飞 那么这个光头是谁呢 原来 他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 之后 古星请辞 老王被约谈 上司告诉老王 这个实习生必须辞退 然而老王却硬气了 他告诉上司 古星被老王保了下来 但也为此 接了一个所有人都不愿意接的任务 那就是一个月没办法回家的长途飞行 老王为了这次飞行 选了两个副器长 老王也带上了对自己意见很大的儿子 不过当他们航行不久后 就接到通知 在他们附近 有一个叫卡乌岛的地方 发生了地震 并伴随着火山爆发 现在急需救援 是否过去呢 决定权在他们三个人身上 以古星的性格 肯定是要过去的 所以他们便降落到这座小岛 准备救援 小岛的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 到处都出伤员 并且火山肯定还会二次喷发 只是时间不确定罢了 古星和阿莎去查看情况 但谁都没想到 有的飞机为了躲避裂缝 发生碰撞 竟然引发大爆炸 但这些都不是最坏的情况 最坏的是 老王他们的飞机可能无法起飞了 因为主跑道出现了断裂 副跑道又被大火覆盖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起飞还有一线机会 但所有人都在等一个巴士 这个巴士是去接镇上的人 很快巴士来了 但下来的人却说 后面还有辆巴士被挡住 无法过来 怎么办 但是古星还有小李都要过去救援 而老王的儿子不听他的话 也要过去 火山爆发 导致岩浆快速流了下来 而古星他们在救到镇上的居民后 却又被岩浆挡住了去路 怎么办 他们只能汽车 徒步向机场赶去 在机场 有一架和老王他们一样规格的客机 不顾一切的起飞 但结果 万机之下 老王看到了一架小型运输机 如果开这架飞机 跑道的距离应该是够的 所以他让所有人 先上这架运输机 准备起飞 但儿子和古星他们还没回来 一边是儿子 一边是其他乘客 老王非常为难 并且 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 古星他们八成是回不来了 最后一个登机的老王认命了 他决定起飞 但他们还是出了意外 等古星他们赶到之时 机场早就没了人影 现在 就只剩他们原来的大型客机 岩浆已经流进了机场 所有人登机后 古星把飞机开到了副跑道上 现在唯一的机会 就是等固定水塔的钢筋被烧断 这样一来 副跑道上的大火便可以被熄灭 岩浆已经近在咫尺 古星不得不慢慢前进 此时的锤塔仍然没有倒 来不及了 只能读一把 古星开始加速 然而就在这时 古星见状 直接把马力推到了最大 在助跑不够的情况下 他冲破火海 强行拉伸 伴随着一路的火花 他成功起飞了 但还没来得及高兴 一个轮子 全因为刚才的高温无法收起 并且因为火山灰 右边的引擎着火了 古星立刻采取了灭火措施 火很快被灭了 但他们也失去了这个引擎 然而死生似乎不想放过他们 那个引擎竟然也着火了 怎么办 如果再失去一个引擎的话 这架飞机就会坠毁 后代死生最终把镰刀收了起来 在冲出火山灰的区域后 这个引擎的火自动熄灭了 此时在地面的总控制室 所有高层都来了 其中还包括古星的父亲 通过无线电 古星和老王他们取得了联系 但此时老王他们的情况不太妙 在起飞时 运输机的油箱受到损伤 目前正处于漏油的状态 按照现在的情况 他们只能迫降到海面 但在这种天气迫降到海面 无疑是等死 怎么办 这时老王的儿子突然说 他看过一次杂技表演 就是两架飞机在空中用钢锁连接 之后杂技演员顺着钢锁 从这架飞机载到另一架飞机上 这个办法刚提出 所有人都反对了 因为一个弄不好 两架飞机都可能完蛋 但古星又是听话的人嘛 在真的所有乘客同意后 他们决定先打开舱门 不过在这种气流下 舱门根本打不开 就在古星他们没办法的时候 他爹通过无线电 让他打开飞机地板上的门 在正常情况下 这可是严重违反规定的 但他老爹却这么说 终于 飞机底部的门被打开 之后 小李他们也成功固定了 老马他们升过来的钢锁 然而在这种天气下 先不说能不能过得去 光空中的超低温 就够你喝一壶的 老王他们的燃油 最多只能支持20分钟 不能有任何犹豫 第一批人在巨大的网子下 慢悠悠的过去了 伴随着尖叫和超低温 第一批人竟然成功地 抵达古星他们的飞机 这个办法真的可行 很快到了第二批 但这一批就没那么幸运 在中途 原来固定网子的承索 突然断了一个 有几个人没抓稳 所以掉了下去 并且在抵达了目的地之后 又有几个人没来得及上去 跟着网子一起从高空掉落 现在老王的飞机上 就只剩他和另一个机长 没了网子 老王他们只能赌一把 老王用布缠住手 在固定的钢锁上 他们要爬过去 老王飞机的燃油 已经彻底耗完 此时在不断的下降 而现在的高度 早已低于警戒线很多 古星的无线电 传来总控制式的 立即拉伸命令 但舱底却一直喊着 降低高度 在左右围栏中 古星选择了后者 最终老王被救起 古星他们的飞机 也暂时安全 但困难远远还没结束 因为一个轮子损坏 再加上一个引擎不工作 所以能不能安全降落 还是个问题 他们离迫降的机长很近了 而现在的情况 和老王一开始的考试 有个轮子还无法下放 古星告诉老马 他害怕了 他无法控制住 自己颤抖的双手 然而老马不愧是老师傅 他告诉古星 让他相信他们的飞机 也要相信自己 就跟模拟舱一样 你可以的 最终迫降在机场上的飞机 不可避免的解体了 但在古星的操作下 所有人都活了下来 不得不说 弹斗民族派的灾难片 确实硬核 其实电影里 也有很多感情戏 比如这个乘务员 刚开始特别喜欢古星 经过灾难后 他才决定和小女在一起 刚开始 他可看不起 做乘务员的小女 好了 我是猫叔 我们下次见